生命科学是一个涵盖广泛的领域 旨在研究生命现象及其背后的科学原理 这个领域包括分子生物学 遗传学、生物化学、生理学、生态学、进化生物学等 而这些研究领域的发展与科技进步息息相关 近年来,生命科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技术就是基因编辑 其中最著名的技术是CLISPR-CAS-9 这项技术能够编辑DNA序列 从而修改或删除基因,甚至是增加新的基因 具有很大的潜力在基因治疗 农业海研究方面发挥作用 此外,人造器官的研发也是生命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尤其是对于一等待捐证器官的患者而言 通过使用生物材料或3D列印技术 科学家们能够制造出可以移植到人体内的器官 此医疗技术得以更进一步 另一个有趣的研究领域是蛋白质折叠 蛋白质是生命体内重要的分子 其在许多生命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而,当蛋白质折叠不正确时 就会导致许多疾病的发生 卢阿尔斯海默症 帕金森氏症和囊种性纤维化等 透过蛋白质折叠的研究 科学家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疾病的发生机制 从而开发出更好的治疗方法 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其他重要研究方向 还包括生物纳米技术 人工智能和微生物学等 生物纳米技术是一种新兴技术 通过利用生物材料构建纳米结构 可应用于生物传感器 医学诊断和治疗等方面 人工智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应用 则主要集中在治